他就是希望資訊交流 我本來認為說 其實假如一次一個人講的話 那這個時間就太久了 可能這些議題講完了 可能大家也忘記前面了 所以我本來意思是說 可能每一次有差不多兩個人講 瑞珠說叫我一個人講 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時間去讀書去了 基本上我比較少談太多技術的部分 今天想要跟各位溝通的是 其他目前的情況 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的現況 那我們該以哪一種方式 去處理我們的核廢料 假如有什麼不正確的地方 隨時希望大家提出來 基本上我大概跟各位報告的介紹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談核廢料 可是事實上核廢料的處理 其實是跟核武是有很大關係 所以開始還是稍微會介紹 有關核武的一些 其實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就是發電 其實跟核武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在核廢料的處理裡面 就有很多這樣子的考量 所以這是不能忽略的 那我們會稍微介紹 國際核廢料處理的現況 台灣核廢料的處理現況 然後未來我們有哪些可能 就大家來討論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提出 什麼樣的確切的結果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核電其實是利用核反應 核反應就是 一點點少數的質量的損失 會變成很巨大的能量 那就是利用E等於mc0方 少的這個質量就會變成很大的Energy這樣 那這個中間的這個X就是光束的平方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這個核能跟核電跟核武 都是用核分裂Fission 就是大的分 大的原子 對不起 大的原子變成小的原子 那這個產物的種質量會比 原來的反應物要來少一點點 那就變成很大了 另外就是核融核 目前我們人類只有用在武器方面 要去來發電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現在剛剛開始 差不多進去的能量跟出來的差不多相當 那還不值得到發電的這個程度 那其實最近大家在吵嘛 因為這個是大戰中戰七十年了 到底誰贏了二次大戰 其實是原子彈 根本也不是中華民國 也不是 這個基本上呢 其實他們的發展很快 1942年才開始真正開始馬哈登計畫開始 那在這個New Mexico的Santa Fe做這個實驗室 那他還有一些其他的facility 那到1945年的時候就真正做出來 這個是在New Mexico 一個叫Trinity的地方 施爆成功 然後才一個月不到就做了一個原子彈 那這個原子彈呢 是叫做Little Boy Uranium的 它的核是Uranium 就是在廣島投資 然後三天之後呢 就在長期啦 這是長期爆炸前跟爆炸後的那個照片 那長期的呢 是叫做Fatman 他是忍住做這個 那也有很多人死掉了 那第二天呢 日本就宣布投降 然後這個日本 美國跟英國算是比較聯手啦 主要是在美國發展 那他們認為他們的技術會比 那時候的蘇聯要前進十幾二十年 結果沒想到五年之後 這個蘇聯就核爆成功 所以杜魯門就開始發展秦云代 這個是Hydroginbong 這個在南太平洋施爆的時候的照片 那這個沒有多久呢 蘇聯也施暴成功 所以就開始去競賽 然後大家就開始做做做做做 然後為了怕這個大家瘋狂的這樣炸來炸去 所以這個艾森豪呢 就在一些人有歲之下呢 就去提出所謂的原子能的和平用途 雖然說是原子能和平用途 可是美國的自己的架構裡面 還大部分是軍事用途啦 所以它的Atomic Energy Act 還有它的原子能委員會 其實都是針對武器用的核能的部分 那最早的核能發電呢 是改裝這個海軍的這個 廢水式反應 就是Recover的這個設計了 那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說 核能是乾淨無窮淨又便宜 太貴,太貴了 可是後來我們現在就大家知道了 但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那一直到了差不多1990年中期 因為氣候變遷的溫水效應的問題 引起了氣候變遷 所以核能開始又在講 他們是因應氣候變遷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所以一些政府就開始考慮 是不是要蓋新的核電廠 其實已經也不是考慮了 其實有 所以要改 好 那核電跟核武 其實有幾乎是 所有東西都很相似 理論、技術、材料、過程、方法 都基本上相似 只有你要不要做而已 講理這些都有 那第一個問 第一個比較大的障礙是這個釉 核分裂是用235 但是在純的釉裡面 235只有佔0.7 那你要做核能的燃料要3到5% 所以你一定要經過這個 enrichment的過程 那因為同位素是沒有辦法用化學方法去分離 所以一定要用物理的方法 早期的時候是用這個diffusion 所以也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過程 那假如你可以做到核能電廠的燃料的話 其實就一支重複一支重複就可以做到90% 就可以去做核武 所以其實那個沒有差別 同樣的技術只是時間的差 那其他的部分都非常相似 那另外就是在采印乳裡面 這個被打過的時候 238就會吸收 量比較多的238就會吸收中脂 變成這個普通面 那印度巴基斯坦呢 是用這個用過燃料棒裡面的這個布 去提煉做原子彈的 那布跟釉是完全不同的化學物質 所以可以用化學方法去分離 就容易很多 所以它有兩個過程 一是釉的濃縮 另外一個就是取得這個布 那這個沒有核武的國家 假如會做這個濃縮 或者說會再處理的話 就被大家視為你有這個做核武的企圖 台灣早年就有去想要跟德國啊 還有去跟其他國家 我問了是不是有加拿大 想要去買這個再處理的這個設施 就被這個美國人擋下來了 那這是我們這個核武的這個企圖之一 所以最近大家會吵得很厲害的就是中東伊朗 伊朗會做這個釉的濃縮 而且它可以做到了 我忘了它好像已經做到20%了 所以大家就說你是不是要做武器 然後他說不不不 我要做燃料 所以這很難去分了 所以最近這個美國跟伊朗就簽了一個協議 就是伊朗就不再做這個了 大家由別人提供它的燃料 它的高濃度的這個釉呢 二三五的呢 它就請人家去把它帶釉 所以是這樣子 那濃縮過程裡面 即使是純的釉 因為它裡面的比例是低於0.7% 所以我們要把它濃縮到3到5或4到90 那剩下來呢 那個濃縮過程中不要的那個部分呢 它的釉二三五就是比較少 所以我們叫它Depleted Uranium 就是法釉 法釉呢過去有一陣子呢 很多國家就把它留起來 希望以後的這個濃縮的技術更好的時候 這個少的地方還可以再拿出來煉 那個提高到這個濃縮 提高比例 那有一部分國家 美國英國呢 就用這個釉 就是純的這個法釉 去混到金屬裡面 因為它硬度會很高 所以作為武器的彈頭去穿甲用的 穿這個防空洞啦 穿人家的這個坦克車用的啦 那所以在這個Kosovo 在一些地方使用的地方 造成一些霧感裡面炸開了 那核電跟核武非常非常相似 所以推銷核電的過程裡面 要怎麼樣勸這些國家不要做核武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那所以現在呢基本上就是 沒有核武的國家 沒有核能的國家 沒有核能的國家 希望你再去發展多核電 沒有核武的國家 希望你繼續發展或是擴大 它就會提供你技術 還有核燃料 其實它也不希望你從別的地方拿核燃料 所以它是壟斷的 然後就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還有跟這個 後段處理有關的 那其實大部分可能大家都看過了 這個是closed cycle燃料的循環 就是從這個天然的又提煉 然後存化濃縮 然後做成燃料進反應爐 然後變成這個用過的燃料 再處理呢 一部分就是布去做Mox fuel 或者是回收Uranium這樣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做最終的儲值了 其實因為很多的因素 因為怕你提了布去做核武 還有呢 有一些國家它不願意再去做 因為比較貴 就是做這個Mox fuel 是比買新的燃料要來貴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國家都是一次型的 就是open loop 那所以我們也是做這種形式的 基本上呢 就是從這個反應爐出來之後呢 就算當核廢料了 就要等待最終的處理 那有一點呢 這個是用過燃料棒的熱 還有它的毒性 熱呢 其實從這個反應爐出來是最熱的 那這個橫坐標是時間 這個時間呢 是lock scale 所以大概是差不多要的百年 或者五十年左右呢 才會到這個原來的十的三次方 開始的時候 假如我們是一的話 一直要到這個是熱喔 一直要到千年以後 它的熱才會慢慢降回來 那毒性就更嚴重了 可以到這個minion years的時候 還是原來的十的三次方 所以其實有一部分人 非常的反對再處理 主要的理由是這樣 span fuel 它放射性很強 毒性也很強 所以一般的人是不能靠近的 可是你假如要經過再處理 你把它的應該是sism 取出來之後 一三四還是多少 一下就忘記了 那它的這個放射性強度呢 就會變弱 所以只要簡單的防護呢 它這個再處理之後的這個 右跟腹就可以比較容易的去竊取 好 那核廢料的定義 其實每一個國家不太一樣 但美國呢就分成這個三種 這個high level waste 這個transuranium的這個waste 跟low level waste 好 那俄國呢 就分成四級 台灣呢就只有分高階跟低階 那這邊呢 稍微的要稍微補充一點 就是我們高階 除了用過的燃料棒之外呢 再處理過後呢 也是高階了 早年我們沒有再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再處理 是啊 希望這樣也沒有 老師 那個好像最近有公告 那個超吸類 蛤 超吸類 超吸 對 為什麼是超吸呢 就是它有ADC之後 還有一個超吸 就是美國的分類 Great than C classic 超吸 美國最近有 對 我們最近有公告 就是說 像 用過的一個 就是爐水的爐性過濾系統的素質 也算 也算 那這屬於超吸類 那個儲 以後 如果要最終處置的時候 也是要用過 燃料棒 燃料棒一樣要生成處置 最近有公告 我沒有注意到 ABC的C C類 超吸類 超過C類 另外還有就是說 超過碳嗎 不是 Type A B C 是原能會的公告嗎 楊大哥請問 原能會的公告 所以超吸類之後 會進最終的生成處置 對 但是因為現在 我們很多超吸類 現在放在哪裡 在蘭嶼 是混在一起 所以上次 我們再去 它還拿出來嗎 它們全任時間 也在重新再整理 再去測試 然後有那個桶 輸出來 它那個比較高的就是超吸類 對 譬如說 那個爐心裡面 有一些 你換了那個零件 對不對 那個也是超吸類 那最主要還是就是說 因為爐水 你那會髒 那會過濾 還要用素質去過濾 用那個離子交換素 是過濾 那離子交換素 過濾 這個是以前都在用 所以那個拿出來之後 那個也屬於超吸類 對 那以前那 以前那 就放到地階的也都去了 對 都是有放到地階 藍嶼也有 他有沒有拿去反話 應該是 他說沒有 我很確認 他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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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沒有懷疑 可以燒掉 對 對 他們無毒化大概要一千元以上 那基本上呢 因為那個數據 其實零散在各處 所以有的時候 不見得那個數字的 是可以 這個是2010年的這個 應該是這個 我記得是 剛剛我的reference 是這個 應該是那個 NRC的report 基本上它這個是講 體積 高階核肺料體積 是這麼多 那已經處理的量 基本上就是 車木網的 那 短胸命期 長生命期的 低階的 都還 似乎有在處理 但是它還是剩了很多 沒處理 但是高階核肺料 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好 這個是體積了 那基本上 在處理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安全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 你在處理 這個場所 跟人員的安全 所以 要制定標準的程序 怎麼避免這個問題的發生 像 這個 1999年 東海村 這個 應該是燃料製作工廠 發生的這個 臨界事件 就是 它沒有依照正規的程序 去進行 就 這個人死了 所以 放射性物質 基本上最重要的是 怎樣避免 這個 場所跟人員 就是工作人員跟場所 還有附近民眾的問題 好 那 還有高放射性物質 還要避免它會再度發生臨界 所以它的安排等等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只是要避免它出現 它出現了之後會進入飲食飲水 或者是產生虛毒高輻射 所以第一個原則就是要 Safety 就是處理人跟環境的安全 另外就是Security 我覺得國際上可能是比較注重的是這個部分 Safety 反正是你自己國家的事情 跟你這個場所 那這個基本上是國家區域或全球的穩定 就是避免刻意 無意或刻意使用造成的傷害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避免核武的擴散 去用來製造核子武器 避免被恐怖分子利用 或是有個國家去製造 或是一些人去製造 那所以怎麼樣保證這個Security的部分 就跟選擇什麼樣的中期跟聚中處理方式 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高階核廢料的一部分可以提煉去做核子武器 或者是放射性的武器 就是高放射性的武器 譬如說用過燃料棒提煉的布 那不去做原子彈 它就去地鐵裡面去噴一噴 就是所謂的dirty棒 或者是像911想要攻擊核電廠 那你攻擊了之後這些東西會出現 或者是攻擊這個用過燃料棒的儲存池 那其實大家比較沒有討論的 可是一定會碰到說你要付什麼樣的代價 付什麼樣的代價 當然今天我們說的代價 可能跟過5年過10年過20年的代價不一樣 我們現在似乎還不是面對到這麼的迫切 那萬一東西已經露出來了 那就變得非常非常迫切 那那個時候的代價跟人的安全 然後就變成一個非常非常必須去選擇的 那國籍的核廢料處理呢 剛剛我們就有講到說 因為核能跟核武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區分的 它的技術啊它的原理啊等等 所以要怎麼去鼓勵人家去發展核電 但是不去製造核武 那就會談到說 剛剛就有談 你不去做核武就可以提供你技術啊 提供你燃料啊 所以有的國家就在想說 這個開始面對核廢料的處理 那是不是這個燃料供應國啊 就負責了 這個大部分的燃料的供應國都是大國 有核武的國家嘛 才能有這些enrichment來去做燃料的這個能力 除了日本 日本沒核武 那被供應國呢 那部分都小國啦 那大部分的bilateral agreement裡面是不會談這個核廢料的這個處理的問題啦 那IEA對於這個國際核廢料處理呢 有兩個建議啦 一個是add on啦 或者是合作 加上去的add on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大國嘛 你將來一定要去做一個很大的這個永久儲存廠啦 那你就幫那個小國收一點啦 這個add on 那早期呢是避免核武擴散 所以英國法國都在處理的時候是接受其他國家span fuel啦 那最近幾年呢就開始堅持就說不能不能了 你沒有用途 你有沒有用途不管你 你就拿回去了啦 我不會當你的永久儲存廠啦 以前呢可能也是剛剛開始啦 那所以空間還夠 那現在開始就要堅持要退回去了 所以現在的全球的問題就開始變得比較嚴重 因為已經累積了很多 所以2006年的時候美國就發起這個 Global Nuclear Energy Partnership 那它就有一些些的討論 但是美國從來沒有取回商業用的這個 用過的燃料榜呢span fuel 它有取回research用的 有取回bush 那另外一個這個普廷提倡的這個gmpi呢 其實這個GNEP跟GNP 就是美國為主的跟俄羅斯為主的 都其實是在做這個再處理啦 做這些東西的 再處理怎麼樣去 要想要發展這個fast grader 但是美國其實在卡特的時候 就已經不做再處理了 所以後來就再開始說要去做這個 基本上就是不想要其他國家去做核物 但是它想要去壟斷這個燃料的供應 然後可以控制其他國家的這個核電的發展 那俄羅斯就跟它稍微不太一樣 那俄羅斯呢就會回收以前蘇聯成員 就是它賣給它的成員國 那俄羅斯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中德的這個 就是那個哈薩克啊這些 這個烏克蘭啊這些 用過的燃料棒 退回去給它 就是發電完了 就拿回去給它 那最近呢就提供伊朗類似的條件 就是 我賣給你 你發完電之後我再拿回去的 這個是所謂的add-on 老師請問一下他們兩個是同時 幾乎同時 幾乎是同時 就是現在那個 一方面又不希望那個核武擴散 所以就要限制你的這個燃料 假如你有核武的企圖 我就把你的燃料供應卡掉 他們其實是一方面從這個著手 那一方面就是說 它會去 美國也說我會去弄一個 再處理的這個技術 就送回來 我再幫你再處理處理 等等等等這樣 因為老師那個 韓國他賣到 沙烏地阿拉伯的內容做的 那個處理 韓國沒有能力啊 對啊 所以它是不會用bet on 這個東西 不可能 對 大部分都沒有談後面 我是聽說 是聽說他有promise說 要把他的這個 合肥料 願回 不可能吧 因為韓國最近 我只知道要見識 也是 不是 他最近就是spanview 那個也幾乎是滿的 所以他可能也要停機了 他好像有 要跟美國要求 他可以在韓國自己做再處理 對對對 就是我們換約的那個前後 他們也要換約 他們也希望要 我問了 其實我問了 美國有沒有同意 好像有同意他是不是 做一個pilot的 好像有同意他可以做一個pilot的這個 不是full range的 就是一個前端的計畫 沒有 不是全部的 不是一個完整的再處理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國際合作的 就是add on之外的另外一個合作計畫 這個 去國際上面找一個 國際的核廢料永久儲存廠 其實談過好多次了 有談說去馬賽爾群島 也去在哪裡 然後也有說 最好笑的就是澳洲說有建議說自己成為一個 國際合被讓最終處理廠高階 但是其實都沒有真正的實現 那基本上呢 各國的處理方式現在分成三種 一個就是拖 拖得等到時間出現了 所以基本上中期就暫時就用干涉儲存槽 每隔幾十年重裝 直到永久處理方式 找到了 那目前干涉儲存槽好像沒有很扯的 沒有重裝 至少沒有看到有重裝的經驗 所以他們到底是不是 因為像IAEA就有說 它可以到差不多 甚至可以延長到一百年 就是困擋 那另外呢就是再處理 其實就是 反正就其實也是拖 再處理也是拖 那另外就是 直接的深層掩埋 這才是真正的處理方式 那有的人就說 留在地面水池繼續監督 但是這個比較 這個就有這個 比較大的風險 因為天災啊 政局震盪啊 戰爭啊 或是飛機掉下來 都會影響到這個水池的安全 對 那再處理就也 還是需要最終處置才能處理 好 那最終處置呢 就是地質上永久的隔絕 好 所以基本上呢 要百萬年沒有發生地震 或板塊運動的場所 非常深的洞穴礦坑 或者是 依舊 或者是有人啊 認為就可以把還在放熱的核廢料 放在岩層裡面 熱熱熱熱熱熱 那就跟岩層融成一起 好 那當然啊 有人問過我 欸 問的上次是誰 為什麼我們把他打到太空去 我說像那個 像那個 Voyager 在這個路上就炸掉了怎麼辦 那就變成一個全球的 就變成空空可爆 另外一個原因是 有計算過 如果我們把 因為全球現在太空能量 最便宜是中國 我們如果要把台灣的都收上去 大概就未來十年中國的所有能量 全部都我們包下來 就勉強可以收 然後金費可以再蓋 好像是二十幾兆吧 這可以蓋十座的市場 那個 這個 這個可以算 算過了 非常貴 欸 老師我可以請教嗎 如果 這個 這個 嗯 高階的廢料 我們把它埋到地底裡面去 就是 找到一個百萬年都不會動的一個地方 萬一它動了 然後 然後它也反映了 然後爆炸了 從地底裡面去爆炸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啊 那 它有沒有炸出一個大洞來 那這樣子 是不是地球會毀掉 有沒有可能 那是會爆炸的東西 嗯 那不是會爆炸的東西 它會不會發生靈界是看 當然是看它的安排嘛 對 它有沒有到達那個密度 好 假的它沒有辦法到達那個密度 就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連縮反應 好 應該說不會發 對 不會發生那個 臨界 對 所以它即使會連縮反應 可能也不那麼嚴重 好 所以它們應該有去算過 怎麼樣的距離之內 怎麼樣的安排 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它是不會發生那個臨界 可是它是有可能輻射外線 它問題在於輻射外線嗎 輻射外線 所以其實後面稍微會提 你在有瑞典 在它的那個箱子的時候 就會想說它比較多厚的箱子啊 等等等等 那也發現說 好像跟原來想像不適合 那樣子啊 所以 要怎麼避免很久的時間不會出事 我沒有感覺 這是一個非常 我說的爆炸 比如說 火箭爆發之類的 你很難講說以後 要放在火箭裡 對 可是 我以為是 這個地球它要怎麼去 對 你反環運動有一定的 我們來說什麼 時間的scale 有些地方在反環運動 是屬於某個位置 它在幾百萬年 所以那個位置是不會變的 所以 如果說 如果說 它是一個 大陸集盆的地方的話 它是不會 幾百萬年 甚至幾千萬年 它不會變成火山區 所以它的問題不在於這個爆炸 就對了 不在於這個火山爆發之類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水 對 因為 它那個 一般我們是 所謂的 在那裡的清水是難民主 一定要有水 這個水是中子的 它產生的中子 是快中子 那快中子是不會有辦法的 必須要把快中子的能量 降到2500電子幅的慢中子 它才會成功的 所以它最怕的是水 那 假使它的那個 外面的不管是不鏽鋼蜂 或什麼什麼 液蜂的 不管地殼變動 沒有水侵入 一般是不會有天 最怕的是說 水侵入 水侵入 它快中子變難中子 就有可能的方式 而不連鎖蜂蜂 對 所以 尋找地質條件裡面 很重要的其實就是 水不能進來 水不能進來 所以 那 還有就是 它不能滲出去 對 不能跑出去 那 萬一跑到這個 這個地下水了 好 那除了這個地質條件要很好之外 另外呢 就要防止說 意外的滲漏 或是惡意的取出 假如你很容易的取出 你可能沒有辦法 永久儲存了之後 你不可能時時刻刻很多 很認真的監督啦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怎麼防止有人去把它拿出來去製武器呢 所以是一個很嚴重的 還蠻重大的挑戰 可是 老師 最近日本他們有一個新的規範 就對所謂那個 深層地質組織的時候 他們也有列了一條 就是說 可以再取出 因為 法國也是 他們就說 搞不好 50年後 對 對 那是惡意取出 這是惡意取出 好 因為 你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心人事 然後把它取出來 你自己要取出來是沒有問題的 對 而且 如果 封起來以後 不要持續地監測 監測到 發現有問題 還不得地取出 對 那德國也是希望這樣子 它還是要監測 監測有問題 它是要有能力可以再取出 那再處理呢 其實不是最終的處置方式 它還是需要追蹤處置場 它會讓這個高階合費變得更複雜 因為原來是 UO 就是U的這個 用過燃料棒 那你現在假如是 經過再處理呢 你去用這個MOXFU 你會出現 MOXFU的用過燃料棒 然後 還有加上 你再處理的這個高階合費料 還有 含布的合費料 還有MOXFU的這個 處置設施等等 產生的 碰到的這些設備 所以 會不會讓你的合費料 變得更複雜 體積也不見得減少 所以也不能減輕 尋找高階合費 最終處置的這個爭議 目前的最終處置場進展 最快的就是瑞典跟芬蘭 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做再處理 那 法國、英國、俄羅斯 都有在做這個商業用的再處理服務 英國應該是停的吧 那法國、英國、立法都是 外國的合費都必須送回 不能留在自己的國家 那這不幫你處理的 所以基本上 現在的原則就是 各國合費料其實是 你要自己國家去處理的 那甘司的暫存 基本上 因為永久處政黨 遙遙無期 所以 變出來一個這樣的方式 很多國家都能用 那 德國、日本是放在室內 增加它額外的保護 萬一有什麼事情的話 你還有另外一個屏障 那甘蔥的最大好處 可能成本低 那 那 這邊是 他說是 大概是 每公斤重金屬的這個成本 只要一到兩百美金 那 即使是放在室內 也是只有這個 差不多兩倍的價錢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看 我們台灣的價錢 到底怎麼樣 好 那 高階合費料的這個 很有意思 永久處存場 在1989年的時候 這些國家講的是這個日子 譬如說 德國 就說是大概2005到2010 到了1996年的時候是2010 那到了2012年說的時候 就變成2035 就是每一段時間 荷蘭就2010變成2130 大部分的國家都在拖 這個時間就往後 二、三十年 到了2012呢 又再往後 二、三十年這樣 那 這邊也列台灣是2055 那 比較 可能真正落實的 就是瑞典跟芬蘭 所以他們是比較按照 比較 有點 按照他們 比較近 那大家可能都看過這個片子了 這個合理到永遠 那其實我們現在都還只有談 什麼樣的地點 什麼樣的地點是合適的 其實 即使找到地點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的問題 需要處理 好 那 永久 永久一萬年嗎 還是更久了 有的人說要百萬年 那 你有這麼一個場所之後 你要不要標示 你要不要標示 好 假如說要標示 請問用什麼語言 好 因為我們現在看不懂 這個 甲骨文啊 甲骨文還沒有到一萬年啊 或者是埃及的這個 金字塔裡的文字 我們也看不懂 所以 我們假如標示了 怎麼保證 這個後世的人看得懂 那 不標示呢 怎麼辦 不標示是不是 就忘記它嘛 那會不會有一天 人家發現了寶藏的 會啊 因為我們現在 發現了一個坑道 然後蓋得很好 裡面還有這個 金屬的箱子 好 那我們是不是以為 我們發現寶藏 那是不是很慘 好 當然 對 這個電影台就是芬蘭嘛 不過我們這個圖呢 是這個 那它是用銅的 好 不然 好 好 那核廢料處理不好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哈哈 很猛 很慘 這個是1957年 烏拉山這個 核廢料廠爆炸的 好 那核廢料廠大概在這個地方 它爆炸呢 就有很多的地方受到汙染 好 這個圖已經不是很清楚了 是因為1996年的時候 這個Phases Today 因為在1957年爆炸的時候 那時候是完全沒有辦法進去的 好 西方學者 一直到這個 蘇聯瓦解之後 嗯 美國 國際的物理學家才有機會 去這個地方去看 好 那就發現這個 核廢料的這個 污染是很嚴重的 我碰到一個 應該是 烏克蘭的人 他是 以前 早年在 痾痾痾痾 痾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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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畢業的時候呢 他跟他先生就被派到這裡來 痾 一個小孩子剛生出來 他很高興啊 又有房子 又有工作 好 那個小孩子才剛出生兩個禮拜 到了這裡沒多久就發現 就開始生病 就一直沒有好過 就發現呢 道路也是輻射馬路 房子也是輻射屋 所有東西都跟輻射有關 好 因為這個污染呢 就到河裡去 河裡就挖沙去 鋪馬路 蓋房子 所有東西都是輻射 那個吧 好 這核廢料廠爆炸 那核廢料廠爆炸 產生的污染有多少呢 好 這個是 應該是全球的核廢料的污染 當然 福島還沒有包挖在這裡 但是呢 車諾堡只有這個一點點 只有這個黃色 這個黃色 其他呢都是 其他的部分呢 是俄國的 spanthew reprocess 造成的污染 那這個MAYAK呢 這個核廢料廠爆炸的 釋出的 一億多 Curie的放射性物質 那另外呢 還有兩個地方 都是俄國做這個 核武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在 蘇聯瓦解之後 慢慢慢慢大家才知道的 這個Tomsk這個地方呢 是在這裡 所以俄羅斯呢 車諾堡在這裡 那MAYAK是在這裡 烏拉山 那烏拉山另外一邊就是Tomsk 這1993年的時候爆炸 這已經是蘇聯瓦解之後 那它的這個 這個是一個性相號 因為它是秘密核武基地 還有這個地方 也是核武基地 它的這個 平常他們完全沒有 沒有這種環境保固啊 人安全的問題 所以核廢料呢就 弄弄弄 不要一東西就往核裡倒了 好 好 所以 上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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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大部分的污染都就是 對 都是再處理的 Waste 再處理的Waste 所以其實 俄國 基本上呢 你說它要 回收它 賣出去的 燃料 其實它根本也不care 它 污染已經非常厲害了 哈薩克也是 哈薩克以前 在蘇聯時代 大概有六百多次 大氣的失暴 所以 污染是非常大的嚴重 那美國呢 其實也 也蠻嚴重的 美國 美國呢 紅色的點是 做 做實驗的 Weapon實驗的 那藍色呢 是這個地方 Test Site 就是我們武器死的 核武死的 死爆的地方 那還有一些是 做武器的Facility 這個綠色的地方 然後就是 這個 深 咖啡色的 這基本上都是 核武的地方 那這裡是 沒有放 沒有放 這個普通的 反應物 所以 放出來的 輻射呢 有的就是 灌到地下水 那其實 最近他們在處理的是 這個 Hanford 這裡 因為早年 做核武的時候 很多 這個 再處理啊 那些榮譽啊 什麼 放在那個桶子裡 就放在 堆在 一個 場所 這個桶子開始 秀 就開始 滲出來 其實他就在 Columbia River 旁邊 離多遠 就很擔心說 就會到了 這個 水里去往 影響下 Columbia Ri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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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備料 這個是重量 跟剛剛提及 又不一樣 所以 基本上呢 大部分 做直接處理 只有一小部分 幾個做再處理 那 韓國是 暫存 現在不一定 他希望能做再處理 所以 其實韓國的高階核廟要蠻多的 好 那 美國的經驗是這樣子 美國在1998年通過這個 《核廢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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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這個目的 在設置高階核廢的 《核廢政策法》 那 他原來的原則 是說 有很多的選擇 我們在中間選一個 但當時的時候 這個 Columbia 是有 Washington、Texas Grisana Iota M.S. 應該是 M.S. 內華達 那 但是呢 在選之前 所有的 那個 國會議員 就把他們自己 州拿掉了 就只有剩下 內華達州 所以要選的時候 就剩一個 所以 大家就選中他了 1987年 所以一對話他的人很生氣 他說這個叫做 Screw Nevada Amendment 他說這個是政治選擇 不是 他是一個最佳的場子 那個 美國DOE 估計要花860億美金 但是 已經差不多花了140到150 那有人指出 他的下面有斷層經過 那他這個 研盤有裂縫 水可能會滲入 那這個違反 這個環保 美國EPA的規定的底質條件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問題 就是 假如 要把這個 要集中處理 這個 本來這個 這個擁有主持廠 就是把各個電廠的 這個 span fuel 就集中送到這個地方 來集中處理 但是怎麼送呢 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想想看 那麼多的高階核廢料 要經過公路送來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鐵路 萬一翻車了呢 萬一怎麼樣 萬一別人撞呢 萬一經過都市的時候出現意外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 歐巴馬就停止這個 Yuka Mountain的計畫了 好多另外的成績 這個南代 我也會尋找 長子 但是呢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其實累計 美國的累計的總量 已經超過原來講的 這個Yuka Mountain可以容納了 所以 即使Yuka Mountain是 但是它也不夠 所以現在 美國 那最近又有人說 又要再恢復這個Yuka Mountain 有這個企圖 所以Yuka Mountain 本來是在這個地方 是在地下水位之上 是在地表之下 是在地下水位之上 那它原來設計的統 是用一個C22這個統 它說認為可以一千年付出世 那這個是 已經花費150億美金 20億美金 所以它這下面有斷層 好 這個 這個有一個 推薦 瑞典呢 瑞典其實 它的大概是這個樣子 最早是有提出八個地點 可是在每個地方 就散開很厲害 所以它預計 2011年提出最終堂子就不行 所以它改的方向 就是尋求志願者 那志願者呢 它也找不到 沒有人要志願 那它又換另外一個方法 它就去遊說 已經有一些核能設施的社區 去遊說 因為當然有一部分人是在這個 核能設施工作 所以就找到兩個地方 兩個地方同意 作為可能的場子 那做了一些地質的調查 那後來就選這個 實在是 這兩個名字其實蠻像的 真的 就選了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本來就有這個 就是 就是做這個TEST的LAB 然後它有這個地下的這個 濕式的儲存槽 那它的地質條件比較適合 所以選中它 那它就得到這個補償金的這個75% 另外也就得到25%的補償金 據說他們投票大概是八成的民眾支持 所以這是一種方式 那芬蘭呢 芬蘭呢 芬蘭的這個1987年這個法案裡面呢 通過說 地方政府可以否決 假如你要在我這個地方設 我有否決權 那後來呢 就只有這個核電廠的旁邊 資源作為這個最終儲置廠 好像他們 我不知道 說不出比較清楚的人可以補充 但是基本上就只有看到這樣子的資訊 好像沒有太大的爭議 法國呢 法國1990的時候呢 也是就是說 找到一個地方就花當言 那我們就要在這裡設 結果民眾的這個反彈很嚴重了 所以就放棄 那1991年的國會呢 就通過這個Nuclear Waste Law 說2006年的時候 法國國會要做這個最終優秀儲置廠的決策 那法國的規定呢 又說核廠最終處置呢 需要有全國性的諮商嘛 那這個是在2006年 原來想2006年之前 那可是到了2002年的時候呢 他就認為這2006年的目標呢 他還時間不夠 時間不夠 所以還要做實驗 所以2006年的 才開始在這個可能的場子 這個地方進行實驗 其實法國是蠻 蠻那個 怎麼講 我們認為花錢去收買都不太好 不過法國好像蠻用這一招 他已經在這個地方 已經花了一年喔 一年就要花了 六到八千萬的投稿 就是在社區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法國高階合費 他的原則是 要可以再取出 萬一後代要利用這些 裡面的這些釉啊 大戶啊 他可以取出在 區區域 那目標是要 10萬年不會變動 那全國性諮商 吵吵吵吵吵吵 那就是說 暫緩 還要做更進一步的移舊 也還可以去 是不是就這個地方 那英國呢 英國基本上呢 在981年的時候呢 就想要選 但是反彈很強 所以就放棄了 到目前為止都沒動 那加拿大呢 就成立一個 加拿大合費處理組織 是一個organization 到83年時間 那這個我後面 後續我就沒有看到 什麼樣的靜音消息 所以假如有人可以補充 基本上呢 尋找最終處置場呢 早期呢都是 這些國家都是由上而下 政府單位做決定 然後呢就接受到民眾 強烈的反彈 然後就放棄 所以基本上就是D.A.D.A. 就是決定宣布 民眾又反彈 Defend Defend 可能政府也Defend了 然後就最後就宣布放棄這樣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這樣子一個過程 那這些國家選的場子呢 基本上呢就是分三類嘛 一個是岩屑 美國跟德國 那岩屑會自動封閉 那法國呢 跟瑞士呢就是 當然也是跟他們自己的地質有關 就是黏土城 那瑞典呢就是找花崗岩 那其實瑞典呢就發現 它的岩層呢 都有一些裂縫 沒有完整沒有裂縫的岩層 所以呢 它怕這個水跟一個可滲透物質入侵 就是剛剛賀教授提的就是 它會讓這個中置的速度變慢 然後可能會開始融解 所以它就是做了一個 它的那個桶子呢 就是五公分厚 桶 很厚喔 那它就認為它可以百萬年 百萬年 秀石很慢 可是真的去做實驗的時候呢 德國就發現呢 它的岩屑會有水跑進來 所以它們也那個 那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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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好像不是那麼的適合 那那一點呢就發現 在真的這個地質裡面呢 同的屬實要比地區要來得快 所以其實很多的沒有到現場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準 另外就是除了地質條件 一定要防止水 另外就是要可以再取出 要不要可以再取出 加拿大也說要再取出 法國也不一定 這個合會永久組織 一定要有這個條件 另外就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監督 所以是不是要有一個組織 世世代代有一個這個組織去做監督 即使你有一個永久組織 你要怕它露出來 萬一有一些地質的變動 它會露出來 還是要有一批人有這個knowledge 有這個技術 要一直監督 幾萬年 學習監督 德國呢 德國是在1977年的時候 聯邦政府跟這個州政府 還有核電業者 這三方就選定這個Golomben這個地方 作為高階核廢的最終處置場 所以這個最終處置場就變成以後每一年大規模抗爭的這個焦點 1999年的時候 然後呢紅綠就是Social Democrats跟Green Green Party 聯合政府就設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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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ing Group on repository site selection 就窮心評估償組 就窮心評估償組 那他們預計到2030年之前找到 但是呢 他們設了這個 Walking Group呢 業者就 就是核能業者就拒絕參與 那 德國的法律規定要保證一百萬年的Safety跟Security 在這個草草叨叨的過程裡面 Golomben就是儲存這個 Low Level Waste跟這個 玻璃固化的債務組 對 這個是我前一陣子碰到的一個 綠黨的 國會議員他的slide裡面 他就說 其實 在這個鹽穴裡面儲存呢 並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好 你看 這根本就是亂飛過去的 這個照片 亂飛的 所以現在呢 就發現鹽穴也會滲水 所以 以前裝的呢 又要把它拿出來 好 以前裝的 裝在鹽穴裡的 又要把它拿出來 好 所以他們怎麼辦呢 好 所以他們在2013年的時候呢 就通過一個合費選址條例 叫做 Repository Site Selection Act 那這個 Act裡面呢 就要成立一個高階放射性物質儲存委員會 Commission on the Storage of Highly Radioactive Materials 這個是在2014年 這個Committee呢 是由16個人組成的 那其中有8個呢 對不起 32個 32個組成的 其中16個呢 是政治人物 聯邦的跟地方的代表 政治人物 另外呢 有 這16個是沒有投票權的 另外16個呢 有投票權的 有8個是科學家 然後呢 8個呢 是從4個不同的方面來的 工會 宗教 還有這個 核能業者 還有環保團體 各兩個 每一個各兩個 MGO就抱怨說 兩個怎麼夠了 Underrepresented represented 所以也是有抱怨 那基本上呢 這個ACT裡面呢 主要的工作 就是這個委員會 Commission 去負責 他們就是 他們的工作呢 就要先撰寫這個準備 就要做這個準備的報告 這個準備要做一些哪些工作呢 先提出基本合費管理 有哪些問題要去 跟這個有關 然後 要怎麼去選擇 那要什麼樣的條件 然後就寫來報告 就跟這個 還有裡面就要跟 國會跟內閣提出建議 還有就是 還要對現有選擇過程裡面的 一些問題 提出 comment跟建議 那這個報告呢 就是 將來國會就評估 永久儲存長子的這個條例 因為他們就還沒有這個 這一個呢 是選擇條例 那將來呢 要立法要 這個儲存長子 這個選擇的條例 裡面呢 就是要去先 就是他們這個報告出來之後呢 才去設相關的法案 這個法案呢 是要界定永久儲存長 那範圍至少需要什麼樣的要求 要怎麼樣去評估啦 然後 最終處置長子的選擇 跟認定的決策條件這樣 那 所以 另外呢 他們這個委員會呢 就保證是公開嘛 然後 希望大家參與 所有會議呢 都可以開放旁邊 然後 登記都可以去旁邊 然後網路傳播 那選擇基本上有三個步驟啦 第一個就是 把所有不適合的先排除 然後 剩下來的呢 就看哪些是符合基本條件 所以 只有符合基本條件的人 都要去限刊 而且是多日的 然後 比較可能的長子 再進行這個地址的 你們看看這樣 所以他的時程是這樣 2014年成立的委員會 2016年就是明年 他們就要提出報告 這個報告之後呢 這個國會呢 就要通過相關的法案 通過相關法案 然後呢 再開始這個選子的過程 那這個選子呢 要花大概14年的時間 14年的時間 決定 所以2031年的時候 才會決定這個最終複製廠在哪裡 最終複製廠之後呢 才要做所有的工程啊等等 所以大概到了2045年的時候 才開始會裝 裝 裝也要裝個30 30多年了 所以到了2075的時候 才會裝完 然後 才 還要封 所以現在是2016年 所以 真正的做完是2095年 所以他們就是 目前為止還滿遵守這個程序 好 還不錯 那基本上呢 這個計畫 就是 永久儲存廠 是否儲善 然後 我們在考慮最終 中期的時候 這個 還有這個 暫時性的是否 好 那我們的 考慮除了技術性以外 我們考慮 社會的接受 好 所以本來呢 應該在做核電廠之前 就要規劃如何處理核費 但是都沒有了 也為什麼呢 現在大家都面臨這個困境 是因為 核電的前端在賺錢 後端不賺錢 大家只管前端 學核工的也都只管前端 基本上也很少花精力在後面 除了反映爐旁邊的這個 Spanfield Pool之外 一部分做幹事 日本、瑞典做私事 那有的是在電廠內 有的是在電廠外 有的是在電廠外 有的是集中式的 那 這個 這個 核費處理的組織呢 有的是政府 純政府 就像南韓 那有的是 核電業者去做的公司 這個是私人的 好 芬蘭、瑞典都是 那有的是公司核營的 好 像西班牙核營 這樣的公司 所以其實要什麼樣的組織型態 各種都有 好 那選址的過程裡面 其實要討論的是說 好 有沒有否決權 好 有沒有否決權 這個否決呢 可以多久 好 我這次否決了永遠嗎 還是十年 還是二十年 好 還是五年、三年 好 選址之前呢 應該有多少個地點 好 只有一個地點 那就沒什麼選址 有三個、兩個、五個 好 所以也需要多少地點 參與選址 那可能 場址需要哪些的技術條件 好 就是 這個場址的這個requirement 是什麼 好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 非技術性的考量 跟水源的這個距離 這個說不定也是跟技術有關 還有附近人口 密集呢 還是疏鬆 好 是不是環境敏感地區 它有沒有大眾運輸系統 好 好 那需不需要有一個補償金 好 假如需要多少是叫做恰當 好 好 那民眾怎麼樣參與決策 那政府在這裡面扮演了什麼角色 好 其實前面幾個國家也是不太一樣 好 長址呢 嗯 當然一定需要符合我們現在的環境保護 和核能建築機構的規範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cost 所以最終處理 你這個燃藥是一次open cycle 還是會多次的再處理 這個錢就不一樣 好 對 那另外呢是 其實是實際上你有多少高階核廢料要處理 就跟你的cost 是有關係的 你要去做規劃 你要蓋多大的 好 對 那基本上呢 就是一次open cycle 是要你其他的選項就再處理啊等等要來的體驗 好 那假如不是立刻做最終處理呢 就要列入中期儲存 要多久要化的蜘蛛 好 那其他的蜘蛛就是環境保護啊 還有要不要可以再取出 還有你這個廢棄物產生等等 好 那過程裡面呢 就公眾參與啊公開動 那另外呢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這個 是不是有足夠的基金去支付這個處理的費用 好 所以這個基金的部分呢 就要定期的檢視 像我們這邊建的很厲害齁 那這個其實就是很大的問題 呃 所以 呃 這個怎麼 怎麼去這個財務的狀況 那多久需要review 呃 這個 這個也是需要這個實際上 然後 這樣來做 那我們台灣的問題呢 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合約人會的網站可以查到 好 我們有多少這個高階合約到這個重量 其實大部分人講的都是重量 比較沒有講 我們有幾數 好 那日本福島大增核災的時候 他的這個量 比我們少非常非常多了 好 這個我們已經有三點 呃 三千多公噸的用 其實有意思的就是說 我們前面有的這個 呃 十個國家的經驗 好 呃 這個 呃 我剛剛看了一下 其實德國也不過六千多公噸 我們其實跟我們的數量比德國少很多啊 反應多 那我們為什麼 呃 這個用過燃料棒的怎麼樣 那 那圓能會的計畫是這樣子了 呃 進程是水池出水 這是圓能會網站的 這部分 好 中層廠 呃 呃 廠內幹事 呃 長城推動最終處置了 好 那 合一廠的這個幹事是2008年12月取得執照 那 呃 呃 台電呢 是在1986年就開始做這個地質相關研究了 好 就是他講 好 以完成整體處置方案的作業規劃 基本上呢 呃 目標是這樣子 到2017年呢 是潛在處置母研特性調查與評估 好 18年到28年呢 是 候選長子評選以核定 然後是長子詳細調查與試驗 然後長子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 然後 對 2045年到2055年是 處置廠建造 所以2055年開始進行這個 接受 又果然要 最終處置這樣 那 那 呃 所以我們的 關心的層面呢 就只有幾個部分 就是長子 技術 資金跟 管 計畫的管理 呃 照這個 呃 圓能貴的計畫 看起來呢 似乎都很圓滿 我們有發現 三種母研 好 花崗研 泥研跟 中生貸雞盤研 那我們的技術呢 似乎也不錯 處置基金呢 呃 沖濾 沖濾 實施解釋 對 核能後端營運基金 管理計畫呢 呃 執行單位 特別設置管理 呃 設置計畫管理主持 這個 呃 多國長年投入也依舊 等等等等等等 好 我們將事實導入 你徹底解決 對 但是呢 我看到去年的 OECD的這個 核能組織的 才說 呃 這個 長期 快速資格滿意 如果需要大筆投資 顯然 還沒有過 好 那個 那個 可以用我們現在 你用過的染料棒嗎 不行 那是一萬一套 筷子生 筷子生 跟這個不一樣 對啊 所以用這個的話 我們現在的核廢料 一點處理都沒有做好 可是他說可以 可以讓他 嗯 燒掉 我待會我來 我或 柯老師都可以 來這邊處理一下 是可以減少 他說理論上 是可以減少 但是 這個部分 一直都沒有成功 好 Fast Breeder 因為他的那個 技術上有很大的困難 他是用那個 納做這個 這個 Moderate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 核廢料的處理呢 基本上 目前我們看到的 都是低階啦 所以其實低階的 已經是 問題很多 這個是在藍允的 這個 蟲莊的時候 就是減整 那基本上 穿著都非常的簡陋 好 那看到這個 核廢料桶 都炸開來了 那甚至 就可能是 剛剛講的這個是 這個 超 西 超西 超西 因為這個 讀到的這個 reading呢 在這個桶子的外頭 是 mini sieve per hour 這是非常高階的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 這個工作人員呢 就穿著普通衣服 在裡面吐漆啦 那 有沒有錯啦 呵呵 我早是定 定二十五嗎 還近的是二十五 mini sieve per year 可是 好 那這是我們的 合一的乾廚 這個是 我們有一天去 現場參觀的時候 那 木火兄呢 就跑去說 欸這個東西 有意思 他就打開來看一看 原來是這個 外頭這個 套子套下來的時候 工人不小心呢 可能撞到旁邊 那 很有意思 台電就用那個 duck tape 就給他貼 然後再油漆 沒有油漆 duck tape的顏色 就是這個 灰色的 嘿 就這樣貼在這裡這樣 那他會說 鏡子 陽目火照相 我就在陽目火 後面就趕快照相 呵呵呵 呵呵 哇 所以這個 就這樣 上面那個 水泥這樣 對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 做得好不好呢 我們看到這樣 口圖白沫啦 對 就表示他其實 這個水泥 嗯 裡面其實 在下雨的時候 就已經跑出來了 那成分 對 已經被 已經被 已經有被洗出來 才會這樣 嘿 對 對 這樣 呵呵 這樣 這樣 好啊 那另外呢 就是輻射鋼筋 這個我們都 其實 80%以上的 輻射屋 都沒有重新 都還是原亮 原樣 就是讓這些人 就繼續住在這裡 那另外我們以前有 輻射馬路 還有輻射屋 這個是我 從這個 王玉琳的書上 翻拍來的 它有輻射馬桶 好 56.2 microsiever per hour 蛤 喔 麥可 還有那個量 是175個 microsiever per hour 這太誇張了吧 而且這個是 這是 原人會發現之後 7年的照片喔 這是1995 大概19 不對 這個10年了 1985年 原人會就有發現 這個名聲別墅 所以它已經是 過了 那是多少年 對 我記得它們掩蓋了 5.2吧 差不多10年了 我印象你 它是差不多 我在看王玉琳的時候 它掩蓋了差不多10年 不是 它是1985年的時候 發現的 原人會 大概1992年左右的時候 被爆出來 它這個照片 是1995年照的 有 差不多1994啊 沒有 其實在1996、1997年 才真正去做 1994年 它出的這本書啊 不是1994年爆出來的 那時候是爆 可是真正普查 因為那時候 就是我們這裡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們 就要討論 我們的高階核廢料 大家放心 也能互去處理嗎 嗯 那我們 是專責機構 成立專責機構 是不是可以解決 高階核廢料的問題 那我們 我們 有沒有可能說 欸 學德國去成立一個 專門的委員會 好 這個委員會 大家來好好的討論 那 基本上我認為 做這些之前呢 我們的蘭米 低階核廢料 應該要重做 好 因為 減整也是隨便亂做 好 你 除非你能好好的 證明給大家看 你的低階核廢料 可以處理得很好 不然大家怎麼會相信 你可以處理好高階這樣 這樣 那 reference 好 沒有什麼太多的技術型 這是一些討論 好 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 阿姬你不知道你要補充 我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我補充幾件事好了 要請問去 就是說 在這裡面 其實 最重要的問題 老師可以直接借用你的問題 也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可是這個在這裡 沒關係 可是 其實關鍵在這裡 為什麼最近有一些政治動作 呃 有一個是那個 國國後端營運資金的 的 的 原能費的部份嗎 對 原能費的 他的預算便費 甚至國際的移務資料 的 嗯 嗯 組織之後是錢嗎 你要找那個 成 就是 後端營運資金 他 什麼 檔案怎麼用 這件事 最前面 最前面 你要找哪 就是後端營運資金 他的預算便利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錢準備好 那一張 好 就是他出版 欸 好 那老師這裡有個個秘密 也可以 直接 托上去 對 他就不是 電腦 所以你這是電腦 所以你就插在旁邊就可以了 那這幾下 都不是普通電腦 對 普通電腦呢 我直接先把它拉 好 因為他就 其實最近有些政治動作 嗯 我們不看不知道 好看 大概就比較清楚說 這是什麼 這樣就是 S 我這樣 對 應該是這樣吧 好 在這邊的話 在這邊的話 哇 我剛剛 應該是在這邊 就是 跟各位 會報告一下 最近的政治動作 是怎麼回事 各位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是我國 這個是 後端營運 後端營運 它之前 就是從 電費裡面扣 0.7到1.6元 不等 反正每一部電 就會存一點錢 到後端營運基金 那這個後端營運基金 基本上 之前應該是有台電自己在管理 那這個後端營運基金呢 呃 它目前 預估 會存 就是到 40年 所有核廢料 都 核電腦都出移的時候 應該會有3千億 目前累積了 2千3百億 那 3千3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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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最後 那是等到 大概還要再10年 好 目前大概是 現在是2千4百 2千4百 多嘛 那當然這中間 會有一些已經被 到 就借用啊 就是說 上次是 八成啊 可是核廢料 真正的問題 是在這邊啊 就是說你看到 因為核廢料 我們剛剛談的都是 如何去蓋一個 深層處置場 所以 蓋一個深層處置場 後面 還有 十萬年的唯一費用 一萬年 我一千米 隨便 那 可是你知道看 我們在預算編列的時候 我們這些東西 都是在 錢 都是無關幾要 低放追蹤處置 用在藍 電廠處置 675億 可不可以我再說啦 我也不知道 好 那 藍與檢等 要重做 十一億 真正 高放中期處置 三百九十億 高放追蹤處置 一千三百八十二 地方會有的 換句話說 在我國核能成本 預算編列裡面 基本上是這樣子算的 就是 我蓋好這個高放以後 把蓋子蓋上 沒事了 假設 之後 不用錢 那 所以 基本上 這些 這些我們 公司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 台電可以說 我再把 蓋上那個 統治 蓋上那個 蓋上那個 我去 挖一個洞 挖洞的錢 我準備了一千多億 夠不夠再說 給各位 做個reference 台灣的高鐵 花了四千億 那台積電 一米大概 一千兩百億 買設備 買設備 一千兩百億 所以一千一百億 可以做 能不能挖個洞 撐一萬 不知道 這個 不知道 那 所以 基本上 但是蓋上去以後 基本上 這個預算是不存在的 未來一萬年的預算 是不存在的 所以 各國都會做一件事 就是 講白一點 電力公司 就是要 在後面 從 因為各國的經驗 都是從電場儲移 開始超支 電場儲移就已經超支了 中期儲存 超支 高放儲存 更超支 好 奧克魯蓋了 我記得是十五年 大概二十年才蓋好 所以 從這邊開始 那個 預算都破扁 所以各個 電力公司 基本上都會利用各種方式 把這個 責任拋掉 就是 再找一個組織 我這些錢給他 虧了算他的 不幹完全 所以 前一陣子 要 本來來講 這些錢就是 認定 反正你就給我後段 音音基金出 那後段音音 就是台電 你就給我台電出 但是現在台電 就是很傾向 很主張 就說沒有我們要成一個 法院組織 大家都來 事實上就是要把這些 破表的預算 全部都給這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 不過怎麼辦 最近 好 所以 最近有這個動作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從這邊開始 200多億 過電場儲移不知道 基本上不錯啦 好 一個羅三就兩億了 換個羅三就兩億了 你什麼 對 所以這邊 甚至動作就是這樣 從這邊開始 就是破表的事情 那 那何能之所以 為什麼 我很贊同 我自己是因為 從經濟上來講 我就覺得這裡面是黃金 就是 你不可能拿著台地電 一年的採購設備預算 跟我講說 可以維護設置 一萬元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換這樣 除上去 一千億 除以一萬年 一年才一千多萬 這是 這是騙鬼的事情 所以 何必要就是這樣 就是 所謂何人成本 在這邊都是 都是建立在一個奇怪的假設 就是 我只要 這個 挖個洞 把核類配料還進去 將來 未來一萬年 這都騙鬼了 不過 我有忘記講一句 所有國家都承認 這個 核廢料永遠是國家的責任 所以錢 其實 最以後的人要扶 這個 我再補充一下 一千八百多億 台電燈 都埋在核四上面 對 台電的市場物財管 只是兩千億 他哪有錢還得出來 封不出來 封不出來 這筆錢是空的 是 所以 這個 我看的第一個是錢的問題 就是說 台電燈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把爛攤子跑跑跑跑 那 你先說 可以 拿到剛剛 許教聰那個 台燈會那個 什麼 2005到 這個 2011 什麼什麼什麼的 內張 我 多少錢拿百分之十的就燒光啊 見鬼 就是整個就是 這從錢上就是一個見鬼的東西 不過 今天說要複議嘛 每個國家都 都是不夠的 包括整個站的都是不夠的 所以這個 台電都覺得很大 公共是3千3百億 但是切到 最終數字剩1千1百億 就是 原本會有什麼 2005到2017 要怎樣 到2015 內張 這個部分 我講一下 當年的 狀況 台電每年 會有一本 核能運轉 什麼什麼 什麼的 每年要出一份 報告給 原能會 然後原能會 要根據那個來 然後review他們的 什麼什麼 在2005 2006的時候 在那之前的 每年台電的報告 都有寫 就是那個 選址什麼什麼 寫到2017 然後到2005 2006那時候 那個欄目底下 它有三項 第三項是2017 其實已經是選址 台電在2005 還是2006那年 偷偷把它拿掉 他們給原能會報告 把那條2017選址拿下 然後原能會 就發了一個文回去 說 你這邊怎麼 沒有 這樣子 然後台電後來又 補了 補了以後才出來 這些 這個表 所以他本來是 台電要偷偷摸摸 就把那個 終極主制選址的 拿掉 就把它弄不見了 然後到時候 就變原能會 他就 推給原能會了 原能會有發現 他那一年的 把那個拿掉 然後還發了回去 這兩份文我手上都有 PDF 那個 芬蘭看過嗎 我給你看過 對 那這個有沒有人要 要用 好啊 好啊 對吧 那時候我們芬蘭看過嘛 2005 就在那個時候 他前面的每年每年的都有寫 2017要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2005 那一年就沒有 但是被原能會抓出來 然後才不過 後來才有這個 在那以前的報告裡面 根本就沒有這個 只有到2017 不過最近好像從 那個 2009年的報告裡面 現在大概都已經 目前都已經 目前都已經 目前他們本來沒有要做啊 只是因為 最早的時候 隨便打個高空 給你收個2017 然後等到那個 年份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的 就不行了 他就 偷偷把它抽掉 偷偷把它抽掉 那 原能會沒有上當 沒有被他糊弄過去 然後台電跟原能會 後來才搞出這個難 根本沒有要做 對不對 因為是涉及到誰的責任啊 對 所以我很好奇 他說到2017之前 他現在進展怎麼樣 我來給大家看 剛剛你們進交裡面 應該收到一份文件 所以 呃 是 其實他就是 目前 目前的 有大概 一百多頁 數百頁 數百頁的報告 然後 都是 就是 這是我的 我的還沒有 你剛剛寄給大家嗎 對 我剛剛寄給大家 所以大家都有那一份 那裡面 基本上百分之 我看 我只能看懂一半 好 好 大概 數百 老師 您的幾位 對啊 我再拔一下 再拔一下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去就 好 好 謝謝 謝謝 在等 關榮今天講的 可以把大家放電嗎 蛤 今天講的 這個泡泡 可以給大家 還是沒有 我問許老師 那邊有兩顆可以擦的 對 對 他有個電流很夠 可以 這樣是 可以 這八方子有時候 可以寄給大家 可以啊 可以啊 快 可能要久一點 就是 目前好好排練 請許老師寄給大家嗎 我其實也寄了一份給 你有寄給我嗎 我今天 差不多中午才寄的 真的啊 欸 我的信箱怪怪的 這 對對對 被明顯 每一個人都這樣講 說 你去改 不是 不是 我前陣子 信箱被入侵 那是很明顯的 它 有 那個 雅虎寄了一封信 對 雅虎寄了一封信給我 雅虎寄了一封信給我 到 我的 附屬信箱 跟我說 我的信箱被入侵了 對 所以我 那之後我就常常收不到信 我現在以後寄信的話 我就兩個信箱 另外一個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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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這樣 或是我們會不會就是 確保 用Line的方式 就是在Line上面 那用Google還是什麼 Line 會消失了 如果換手機的話 如果就消失了 怎麼辦 好 我今天跟各位說明過這個 在賀老師面前說我有點怕 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 派資深 呃 傳統的 就是說我們不管民用的 都是用水做檢素器 那 派資深它比較特殊的 基本上是用 鈉做檢素器 那這個鈉呢 簡單來講 呃 遇水爆炸 遇空氣自然 所以它是 然後 所以它的 它的 荷蘭料棒是 浸在 鈉裡面 這個鈉又必須加熱到高熱 因為它必須成為業 才能賺管路中循環 所以你把一個很危險的鈉 加熱到高熱 然後再管路中循環 基本上過去都是用在蘇聯的核子潛艦上 潛艦炸了就算了 那是 如果用在 那種都是 其實不大 因為潛艦的原子不大 也就是這個房間 大一點而已 不太大 可是你如果是像 和人這種 民用發電動是 巨大一個 數十公尺高的 這麼大的東西 基本上是不可能 那 你會看到 從以前到現在 美國自己的 美國自己的 全部失敗 現在沒有這個亂的嘛 都全部失敗 現在都沒有啦 你自己看到 全世界都是失敗 德國也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失敗 像日本的話 文書也 日本做了文書普鞋 那他們是說 文書普鞋 只要任何一個 出事情 原則上就是 不是東京覆滅 是日本覆滅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是一個神話 就是說 你搞一個 把一個 遇空氣制啊 遇水爆炸 的東西加熱到高熱來玩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邊可以跟各位 這是一個神話 基本上已經講二三十年的神話 然後 我們還說要發展 這個實在太好笑了 對 這個是每年都會出版 這是要發展的 這個 那個能源 什麼國家型計畫裡面 那個好像有被我們拉掉 他都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東西 可能 對 然後這個是 這邊的 這邊的 就是要見 陳徐老師 看的會比我還 這一個是 總共 數百頁的資料 那我們就是 花了大量的時間 去 去 就是國家到底什麼 權值 平均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這份文件 好 那其實都是公布出來的 那裡面 哪一份呢 這一份是99年的 2009的 那其實都還可以 就是只要有 因為這都是國家型計畫 只要有錢 就是地址所 他們就會去重新專探一份 然後就審出這個 好 那這個 裡面上大部分都是在 講地址 百分之八十都是講地址 因為 講白一點就是 你 所謂後悟安處置 沒那麼複雜 就是八百鐘丟下去 請問一下 你那個 報告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 我國 可行性評估報告 發一下 我已經發了 各位信箱裡面都有 都收到了 好 我剛剛看到了 數百頁 這個是叫做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 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 是 那原則上 我們幾乎可以直接看到 這個 我可以直接看到 你這個資料能不能給 有 都已經寄到信箱裡面 每個人現在都收到了 還是你 下次你 就是我們找一個時間 你來仔細講一下 這個要找 下次 這要找地質的人來講 我看不懂 因為這裡有百分之八十 都是 其實 這個資料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東西我可以來講 他除了 現在我沒看 他除了地質的東西外 他還有很多是 岩石力學的東西 對 岩石力學 岩石力學 那是你的專業 不是 岩石力學不是我的專業 那是蠱目的 這個我補充一下 工程部分 那是工程的部分 這個我補充一下 這個我補充一下 他這個 就是說 可行性評估報告 99年 事實上是 是比較早期的報告 那事實上 剛剛有提到說 2017年的報告 就說 事實上 我了解 出稿大概都已經寫好了 出稿大概寫好了 那因為他每一年 都有一個 成果報告 然後 每一年都有一個計畫 所以這個 99年那個報告裡面 其實 是有提到說 台灣地區 剛剛那個 呃 許教授有講說 有那個 花崗園 母園 還有中生代基園 那 那事實上 原農會的審核 對這份的審核報告 對這份的審核報告 是講說 是 要台電 去先做那個花崗園 其他兩個 他原農會是把它排除掉 所以基本上台灣大概可以做的就是 花崗園 那花崗園大概就四個地點 就是 金門 所以 這個報告算是比較 掀起的報告 他這個報告主要 其實 那個現在做 那個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的大概就是 以 公園院 公園 立能所 以前那個所長還是那個 合工畢業的 然後 合員所 然後另外還有 中央大學 那可能台大還有一些 那 那 最後做那個整個 那個 就是那個 情 情界分析的大概就是由 合員所軍 那這個 像這一類的報告 大概每年有一個成果報告 然後 每年會有一個計畫 那個 那 那去年的成果報告大概 大概五六月的時候就已經發了 這個台電是回座誰做的 中興啊 中興啊 不是 這個 不會他自己做的吧 這個部分其實 主要是由公園院的 立能所 去做調查 然後呢 有一些模擬啊 有一些安全分析是由 合員所來做 可是我猜大部分的地址是 在分包出去 因為這裡面 我記得他們會在分包 有點像 就是拆 把這個在一起拆 就是說 對對 就是說他大部分 主角大概是公園院做的 對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是 由那個合員所 因為合員所裡面 他 有幾個是學弟子 那他們去做整合 寫啊 這樣子 你下個月要報告的是 什麼 跟這有關 對啊 已經跟你講好了不是嗎 對 好 下個月就是大概會看到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四個地點的 那 待會我們再 會後我們待會再喬一下 然後 阿吉跟賴大哥 喬一下 我就很快講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也 其實這裡面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有沒有母語的存在 因為 其他都會破碎蛋 破碎蛋就代表 因為 蓋上去以後就是祈禱 因為 人家地震就沒有我們 是啦 你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抵掌地震 沒有任何地震 可以照他運動 都是不能抵掌 所以下去就祈禱 那為什麼要找一個母語的問題 就是十萬年百萬年沒動過的 那到九九年的專探報告是說 嗯 可能有 還沒專探到 不知道母語是否存在 可能有 所以請給我們更多錢繼續轉 好 這個報告根本就是 工程的人寫 不是地址的人寫 因為 地址的人不會寫 第三季基盤岩 這個第三季基盤岩 根本不是地址樹 所以這個 好 那第二個 這裡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一般工程來講 我們接受 因為 我們不可能 因為這個東西要撐一萬年 我們不可能做一個一萬年的實驗 然後來證明這個可以做一萬年 所以一般工程人接受 是我三倍到十倍 也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我驗證三年 所以 我假設未來三十年 照我的推測去發展 那 但是以這個的使用 東西是 一千年吧 我們就想一千年 代表 你起碼要做一百年的 那 這種 我們叫 A群就是 摔倒測試 原則上這個已經是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不能做什麼一百年的 所以 目前全世界為什麼都 都在討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照 當初cateria 照工程界的倫理 在最終處置是 理論上就不可行 理論上就不可行 所以 大家都從中期說 我先脫吧 脫給以後再說 但是問題是 這個 最終處置的時間等不了那麼久 所以 你就會看到各國就是 有這種話 就是 財務上脫產 就是做一個脫產的動作 然後責任撇清 把這些事情都往回 政府推 因為 美國他們有一個狀況是 美國他們 你剛剛提到 那個action裡面 有提到是 對 他有跟店長收費 對 他有收費 就是我跟你們收錢 所以我國家要 承擔這個責任 現在就要賠錢了 因為現在 這麼多年拖的 你跟我收了錢沒處理 但是台灣的狀況是 台電收錢 對 現在很多單的錢 都是空的 對 都是空的 所以台電我們要 急著要把這件事 之前那個法案 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個基本的評論 就是說基本上 因為我國 我國已經有 既有 高放射性 廢棄無處理法 還有高放射性 儲存設施 最終儲存設施 關聯法法 這些都是有法 那他們立的新法 就是把那個 舊法裡面所有的東西 砍光光 財務 砍光光 責任 推光光 什麼東西 推光光 甚至連罰則都推光光 因為過去的法案裡面規定 你只要有事情 上限是一還兩億 然後別做聯法 那新法就是 反正把兩千萬結束 沒事 所以 這個是在政治面上 其實 目前在進行動作 那這些並不是 我只能說 我看到這件事 好 那先各位請問 我的建議是 先處理低階的能力 再 再 高階 中級 幹事組織 這樣的進階式的 處置 比一下要處置 高階 那我想是 中級等低階還沒處理好 所以 哪裡留情到外面解決 還那麼多 台電其實也不想碰中間 因為 台電碰中間的原因 台電 我們回答剛剛的預算表 剛剛 這個預算 其實是一百多億 如果沒記錯 回到 預算表 因為其實 先看前最準 這是 高階 中期儲存 只有三百九十億 中期 最終儲存 只有一千三百億 那目前 編列預算 是一千億 一百億 這一次要送出去 對 一百 一百多億 一百多億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二嘛 所以你看 還沒報議會喔 所以你看到 這就已經破表了嘛 三分之一的中期廚房 沒啦 然後 高 所有是十分之一的 為了用一千 一萬年的東西 我們一口氣花掉 一起變了 你這個數據好像是 九十七年的時候變的 這個是 反正就是他們 放在網上上 現在還在上面 就是最新一次的是 九十七年變的 是 把這些去推光光 因為就是 這就不該我談業的事了 不過那個 那個 行政法人那件事情 事實上 那個 我聽說 行政部門已經放棄了 基本上 行政部門也不想扛著他們 因為像他們本來 經濟部有一個 核廢料辦公室 那辦公室還要消失 測掉 不是 這個問題在哪裡 因為明天要換人了 所以趕快去找那個 非主管職 會換掉的 所以趕快去找安全的位置去 因為主管一定 那種主管一定比早還要做 是不是 所以現在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做那個 因為地間 地間就先處理 高階 是那一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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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可以 而且 那也是要集裝式的管理 台電也不想碰高階 台電也不想碰高階 台電也不想碰高階的原因就是 合一場 快停爐 實際上一直停爐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開始啟動以後 十八個月 就強制停爐 就在於國際東 因為 十八個月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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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field Spanfield 那個 就用過燃料儲存池 全買 燃料棒全 完全退不出來 現在就已經退不出來 沒有 現在還可以 不行嗎 現在還可以 他不能全退 只剩兩個 只剩兩個位子啦 那就沒責啦 所以他現在就是花一百億 希望合一還能繼續運轉 所以台電根本不想做 他根本不想碰這件事 他 他只是希望我還能運轉 他完全不想扛 臭面這兩件事 因為報表以後 報表以後 預算他扛 他現在就是急著 他就敷衍了 只要做 對 對 所以事情又是這麼簡單 那其他的 我覺得技術啊 郭老師 只要 只要桶的樓子越大 過稿的請求越多 我補充一下那個 徐老師幾個 第一個好多 最快幾句話來講 到底什麼叫資深 這三個字 資深 快資深 快就是快中子 我剛才講的那個 一般我們清水式反應物 都是慢中子 中子剛剛出來 就跟那個棒球 有沒有 球速太快 那個打 打機子打不到球 所以那個 越子河抓不到那個中子 他就不能發生連鎖板 所以要靠水來緩衝那個 中子的水 那中子的水 低到某個程度 他抓到彩蛋針 連鎖板 那快資深就是 他不用水做緩衝 也就是他快中子出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抓到就可以 那他為什麼叫資深 這資深兩個字的意義就是說 我產生的新的核燃料的速度 要比我燒掉的快 也就是他的爐子 一直燒一直燒 越燒他的燃料越多 就這一次 就可以把又整個 又二三八 因為二三八佔百分之九十幾 二三五佔三個四個百分比 他可以把那百分之九十幾的那個 又二三八變成不二三九十 他可以盡量去燒不二三九十 這個比較快資深 Breader Breader Breader就是自身 越深越多 越深越多 當然很多技術問題 都沒有辦法閃燃 第二個就是 剛剛學老師提過 當初蓋核電廠 只管前端不管後端 這有一個歷史背景 我當初學核工的時候 沒有人想碰後端的 你看像清華那批教授 沒有一個學後端 為什麼 第一個 非主流 在那個時代 我學後端 我畢業的話 失業了 因為原子盧要二十年 三十年以後 才會處理啊 那我不能畢業了 也等二十年 再找到工作吧 所以 那批清華的 資深的教授 沒有一個學後端 包含我在我內 更不想去碰後端 幹嘛 我畢業就失業了 那沒想到日子還是會 總有一天等到 現在面臨了 面臨了 人才就斷層 沒有人才 那難得清華請那個 周鴻年教授回來 結果周鴻年教授被清華 踢出去了 反而是斷 因為他參加反而遊行 就這麼簡單 周鴻年私底下跟我講 那個所長有發信說 周鴻年現在不是我們教授了 對 現在不是囉 對 我還指導過兩個研究生 結果我都被那個 剔除說我是冒牌教授 那我那個學生是不是 他的學位是不是要拿掉 第二個 就是說 就談到 那個 儲存殘口 為什麼那麼怕水 西非 有一個叫做Ostler 這個地方 他有個考古學家就發現了 他一下雨 輻射性特別高 考古學家 然後他去量量量 量出來 他那個pattern 就是一個原子骨的形狀 那那個是二十億年前的 一個考古的遺址 就表示人類 在二十億年前 已經有何者設施 二十億 二十億年 天然 天然 沒有啦 人工的 他是去測測測測 人只有幾百萬年 然後呢 就表示說 這個地球 人類 流回了很多次 沒有啦 就是萬星人 沒有啦 不管是誰 我教科書上寫的 沒有啦 那個教科書有問題 人這個species 就是判斷 幾千萬年前是恐龍嘛 那是我們現在的推資 那可能是Monkey 那可能是Monkey Monkey 不管誰外星人 不管誰 一萬年前都不知道是誰 然後那個 還有一個就是 浮射馬路 這浮射馬路物體很大 剛剛有那個圖 現在是問題來了 他把這條 有四公里的馬路 纏起來 來 埋到另外一條 然後那條埋在哪裡 不能講 怕引起恐慌 所以人在上面坐 車子在上面開 我大概知道是哪一條 我大概知道是 那就是現在 是進行式 最後一個那個浮射 上次有說什麼 七年啊 十年 四上十七年 那怎麼報出來呢 就內鬥 那個 原論會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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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啊 缺控出來 那幾個三個候選人 三個出來的內鬥 內鬥把它掀出來 那後來那個 有一個鬥贏的 就是我同班同學 叫王曼照 鬥贏的時候就 就當副主委 叫什麼啊 王曼照 喔 王曼照 後來他在菲律賓 買什麼旅館來什麼 那個 另外的事情 就是王曼照 後來他賣掉了 因為王曼照 他就賣掉了 賣給他蛋 不想賣給誰 那 那個 結果 被彈熱了一個 是我同班同學 就這樣 這就是輻射文 要不是內鬥 可能到今天都 沒有人知道 那些民生別墅呢 還是住在裡面 住到今天 怎麼得來整理 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要感謝他們內鬥 這大概是我今天的考 那我再補一下輻射文 因為 我們那個年代 我是1995年到1999年 在清華念原子科學 我們的一個暗暑假 最著名的打工 因為94年爆出來 那時候根本不知道有幾棟 所以 就開始收集 前代輻射文 但前代輻射文後來就開始做賠償 所以 那去界定說 到底多高可以賠償 多低可以賠償 這個跟 就很相關 所以 首先呢 老師這麼就你們一份辦法 就是說 因為 我在這邊量 假設這邊有個輻射源 我在這邊量跟在這邊量 速度 可以插到幾十倍到上百倍都可以 所以怎麼量 就可以判定 會決定值不輻射 量法很重要 因為 簡本來講距離樂器 數值可以飆到上百倍 所以 距離的平方很大 對阿 是的 然後就加上那個節面積 所以 差幾十倍到幾百倍都可以 那 所以 老師們就好東西 我們就出台了全世界第一 一個輻射無聊這辦法 決定你 如果 有椅子的時候怎麼量 有床的時候怎麼量 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睡 那個是還蠻合科學的 因為你睡床上 一天八小時 所以 你要這邊 就要按照 那如果是牆壁 你不會貼著牆壁 所以就要怎麼樣 可是有些人貼著牆壁水阿 會阿 所以如果今天是床 如果你今天是量牆壁的劑量 你可以假設隔身一公尺量 背後乘上的 因為輻射是 當下的強度乘上時間 同樣的輻射 你把它抱在胸前 一天二十四小時 三百六十五天 造成的危害 跟 經過一秒鐘 基本上是差了幾萬倍 對 那牆壁的話 就是隔著一公尺量 還是隔七四公分量 我也有點忘了 但是因為有床 如果是床的話 就要 就要量特別 比如說床頭 好 就是因為你可能快要上睡 那比如說 馬桶 馬桶就一定要在馬桶上發幾公分量 那就是 就是 一整套辦法 所以你們可以去找 輻射量 輻射屋量是有辦法 那那時候我們的生活就是 反正就拿這個東西 然後去各個民家說 我是原委會的 我們是收入 回家不准 幫你輻射屋 然後兩萬以後就會做判定 那當然很多 很多 基本上有一種人 會希望它是輻射屋 它想領錢 一種人是希望我不施輻射 我因為我想賣桶子 所以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稍微做一點點手腳 讓你 如果你是在Foundary上 做一點點手腳 因為兩側 那個指針都跳來跳去 所以是可以幫你做一點點手腳 但是好玩的事情就是說 像你清華的深刻 為什麼現在 劉委會的國安發作法 就叫你離地公司 然後 或者是怎麼樣 基本上除非你今天是超級強 你離地公司是最保險的 可是事實上 以我們實際上已經立法的 獨色兩策來講 原委會的講法是 我選的 我選的 因為 就是違法 因為這個是立法 那所以我看到 就說你在那邊 我就說這個 除非拿嫩跟他們一樣 其實國家立法 侵華家說你出來 而且正式 原委會跟他正式兩策發法 應該照嫩而已 但是原委委會會跟你講說 沒有 那是輻射物 你這個不是輻射物 所以像清華現在就是 深刻館那個事情 他就完全不敢用那個方法來 因為用那個方法來 這邊就是要 就是輻射污染區 那後來他們現在覺得 他們到十年後 就是兩千零幾年 才正式掛到輻射污染區 最少我在學校的時候 那邊還是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繼續用 昆明湖 昆明湖沒有 就深刻館自己也是 福生館 那時候叫福生館 整個都是 所以叫生物科技館 對 他本來是去年 我曾經看到一個公文 他去年年底 教育部要撥一個經費 把那個樓拆掉 可是到現在還在 他們有問過 我不敢拆 因為 當我們自己是要擋架 那另外再處理的特案 也不是 所以那個 那個 後來是修 那個會沒開的人 聽到有嗎 沒有 今天又要緊動喔 今天要求緊動 有要開會嗎 有啊你們查一下 再處理 不是今天開會吧 不是 但是應該就是說 我們這樣偏接到的 但我想楊大哥可能 楊大哥或者是陳董 可能有比我更具體的訊息 但我們昨天收到的 那個消息是說 就是 應該會 一定會在下禮拜 至少會在9月15號以前 至少還會再開會 因為現在國民黨這邊 他們對於 這個決策小組 他的那個三個月的期限的判斷 國民黨委員這邊 他們堅持就是 到9月15號 這個決策小組 就可以解凍 台電就可以上網招標 所以 所以9月15前 所以下禮拜前 一定還會再有一次回憶的 但是應該 不太可能是今天啦 或者是說今天 有可能是朝野協商 可能是拉到院長辦公室 對 就是那天的結論就是 第一個 那個日期怎麼定 要去朝野協商 請王院長 是 了解 然後 再開會 是 是 不過現在 很頭痛的是 我們那位主席 當主席 可不做主席台 只坐下面 是嗎 就是 就是那天會議主席啊 不去做主席台 只要坐下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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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拖過這個會 就是說 現在就是 這個 決策小組的那個 主席是 是 那他當天 他就很抗拒坐上主席台 然後讓整個會議 或是對於這筆預算的討論 順利的進行 所以他用 我想他應該再用各種意識的規則在拖 所以上一次第一次開會 上禮拜五第一次開會 他就是堅持不坐上主席台主席會議 然後不進行再處理的 預算的討論 那現在我的理解是 現在對於三個月期間的認定 因為可能民間團體啊 然後還有在野黨立委 其實是認為 應該從九月四號 開始往後算三個月的時間 讓這個決策小組來決定 再處理的預算 應該要怎麼樣綁條件 或者是應該要怎麼做 但是 現在對於這個期間 三個月期間怎麼判斷 沒有辦法 喬出來 所以現在就決定 先讓王院長來幫忙判斷 然後再回來 這個決策小組裡面開會 那至於是不是今天 曹姐姐 我不知道剛剛是誰說 就是今天要開會 對不起 我是看到今天的新聞 他是說 現在對 就是請王敬明財事開會時機 最快下個禮拜 可以再開會 而且那個昨天天委員 給我電話 希望我們讀書會 能夠針對 最燃眉之急的議題 做討論 然後提供那個 我原一些基本資料 那我也解釋說 我們讀書會 不是為這個 我們是純粹是技術 大家替大家讀書 並沒有說 扮演這種角色 那鐵委員 還是很希望我們讀書會 可以把這個議題鬧進來 把結論交給他 請他去 他說他 上台打仗要有武器 我想我提供一個訊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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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何爾常是 想起南北的基礎 他是會牽扯到 牽不牽連的問題 這是 這是 也歡迎小英 實施以後的 冬天到選舉前都不會發生了 現在我們進入秋天 會有缺電問題了 我現在是說他才會不加一顆的恐嚇 那我個人覺得是 他 合二是有上紙跟下紙 上紙還有600 就是663個格子可以用 都可以用到廚藝 都還可以用 那如果不考慮 签 不是啦 選過之後就停了啦 不要管了 不要管用到40年啦 那個很危險的東西 不確定 我認為 不缺電 現在滿了 就趕快停 我覺得講法是這樣 那 假如真的 夏天很缺電的時候 我們再考慮開馬 就好啦 明年 夏天已經換政權了 對啊 所以現在都不要管這個 對 就是 因為遲著滿了 或是有些故障 我們就趕快停 要安全 現在不會有缺電 那停停停腳以後 真的有缺電的 開三個月 對 開兩個月 再開啟嘛 而且不用全工具 真有必要再開啟 可能也被說現在就完全停 你這麼講 不要講死啊 對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昨天天偉打電話給我 說 你們在搞什麼鬼啊 怎麼說 你們討論出來的是 那個 失事的 比干事安全 因為 李桂林有傳一份那個 mail 我也跟他解釋 我說 我只是解釋這篇文件而已 不是我們的意見 看你從什麼角度 只是替大家讀書 而 有的風險 對一點就是用失事啊 沒有 而且那個是1987年的文件 對 未點到現在還是死 也沒有考慮那個文件講些什麼 也沒有考慮三角斷層的問題 對啊 他也是在說 所以 他電話打了 他電話打了 我補充一點 剛剛那個 賀博士講的那個 西非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其實在 終極處置場裡面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學術地位裡面的地方 因為 它是一個 Natural Sync的地方 所有這些放射學元素 會在那邊 Natural Sync 都會Capture到那裡去 旁邊的地方 它不會Diffuse 往外跑 把它都是聚集到那邊去 所以這個在 Shermal Dynamics上面 它的Machanism 變成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個 Study Site 那邊所研究出來的 一些很多成果 學術上研究的成果 裡面有關於 物理化學的這些 Shermal Dynamics Chemical Activity 這些東西 都是後來這些 怎麼去尋職的 依據裡面的 重要的依據 裡面是這樣的 他在水質學術的等級 有別種不同的質質 總之我個人個人覺得是 目前的乾脆儲存 向漢節儲存 向漢節儲存 絕對不算 對我也是同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想要找到一個 最終儲存 現在只說 也沒有辦法找到 因為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真的不滲水 那我們現在乾脆儲存 已經是把那個桶子 就直接放在那裡 我們看到剛剛 那一條裂縫的嗎 就是現在 不可能沒有水滲下去 那問題怎麼解決 裂縫 哪裡有裂縫 不是 不是你剛剛講說 到那個牌店去看到那個 不是那個 那是通風口 那是通風口 不是 其實 我的意思是說 在整個水泥 水泥桶 我不可能流水 水泥桶不是密封的 水泥桶不是密封的 水泥桶是密封 只是保護 自然對你 自然對你 因為它會發熱 水泥桶 它水泥桶 水泥柱它有四個孔 底下 然後讓它自然的風上去 然後出來 所以好像很深的 可是問題就是說 裡面的那個 邏輯是這樣 裡面那個桶 邏輯是這樣 一碗 如果你要把它 我懂 它怎麼樣子保持 它真的完全乾燥 冷凍 它的核溫 應該是說 因為你要儲存一萬年 對 除非一萬年 這個就是問題 那個桶 它只要四十年 對 不是我說如果一萬年 就是問題 但是中期儲存 只要四十年 就四十年 對 這問題是第一階 都沒辦法處理 而且我們的乾脆儲存 所有的步驟都是電腦模擬 沒有做實驗 沒有一步驟 它每次跟你講 我這個電腦層次是NRC 那個認可的 我說你那個電腦 現在我們玩電 人死了這樣 又復活了 reset 可以嗎 Gob is in Gob is job 叫做那個其實 他們後來 因為我們談這個事情 後來他們有叫清大佑 去補 要補做一個報告 然後呢 譬如說兩個桶子 裝好熱測室的時候 要怎麼去測 就是實際上的那個 無色強度 所以他們已經有安排一些 設備要怎麼自動的去測 不是還有 你那個桶到底 可不可以去測試 會不會嗅死 對不對 都沒有去測過 你知道怎麼說 你看像那個 避放好發的 再提出 再提出的 對啊 萬一破掉了 要死一下 問題是 避放 問題是像你看避放他 避放嘛 然後是不是做減診 因為 孔子都爛光了 德國 這個 這個 他是真的非常的小心 他要放在那裡 很適合 對對對 因為就是說 你看今天 他平常是麥可 但是因為他漏掉 所以就變迷你 他就被 已經那個浪 可是其實 那是地方 人在迷你不會死 可是今天 對不起如果是高放 就不能減整 因為高放你只要有個漏洞 sorry 大家都 就 不會完蛋 就是很難處理 對 所以我本來在高階的中期儲存的時候 我們就有要求 你排列做一次 你已經送出去 破掉了 請問你怎麼拿回去 你要真的給我實際做一遍 對 沒有 對 你有沒有能力實際做一遍 當然 就是紙上作業 對 我就會帶回去 好 用同樣的步驟 出去 反回來就是回去了 嗯 這樣 用半截桶子去 去弄了不是實際的塞 也沒有做實際的啊 他只是說 我沒看過他有實際 他弄了落地 一旁只有一半 而且沒有東西 對啊 一半半截桶 而且你不是模擬四十年後的狀況 對啊 可是現在當成 不過有一個現實啦 就是說 這組人已經散掉了 噢 是喔 這組從氣軟的 這組人都要散掉 噢 有些人退休 欸欸欸 農曰他們嗎 農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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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曰他們幾個 都是前人的 他當時去 前人去美國去 我們來就是這樣 不是啊 這個東西做數學 就知道 你去算合一場 在未來十八個月 可以發多少肚墊 然後這些多少肚墊 再回去 推預算 你就會發覺 為什麼他不買美國原裝 要自己高 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那個店 那個算起來 有賺有賠 起碼要做到不賠 所以不賠就是給合一員 手費 對不對很高興 你去買美國 經過一件 最少人家真的拿 被設計撞破的東西 那 就沒合了 所以 他請 我們剛次的 裡面那個金屬桶 是不是以後也要切開 拿出來重做 重爆 他裡面的核可以要 有什麼都是的 有什麼都是的 不是啊 我們現在這個 Cask如果說四十年了 他也是正式啊 要重做 要重整 要重整的話 你外面水面就是 通通的 要切開的 對啊 那是漢的 那個如果要切開的話 怎麼樣能夠保證 他不會碰 因為 因為你所有的這些 這些 所有的這些 他還是要進水池切 對 所有 他們水池都廢掉了 水池也要注意 你還是要 他說他前一年 蓋水池 前一年 他那個 他那個 核分裂以後的 紙核 在他的 Decay Chain的 過程裡面 隨時都有可能 會在某個 Stage裡面 它是氣體 所以你那裡面的壓力 就會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高到哪裡去 所以 如果都沒有量測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 現在那個 你那個切開 到什麼時候 它會掉 它會不會掉 它會遲到炸 這個 會不會是穿上 有實驗經驗的 如果不是 朱鱗 要水把 卡住的話 它就做了 你只要想到 它裡面 如果那個時候 你去切它的時候 正好它氣體很多了 不是 你是40年後 同時有破洞 你看 黑眼鎖十幾年 這什麼錯啊 它破了才切 然後還沒破 就要切 你切的時候 它會很炸 黑眼鎖炸的氣 你是認為說 它到了那個時候 還沒破 現在大家其實擔心 還沒到時候 已經破了 問題是 南大樹的起初 是完整的 對 裡面是不是 斷掉了 斷 斷 連接桿斷掉 那就完蛋了 對啊 裡面只要斷掉 那是執行的過程 當然如果40年 如果可以 30年 20年 都是一樣的 我講的 一定要切開來打開 這是屬於 系統設計的部分 這個系統設計的部分 已經有這個 這個 不確定的 這麼大的危機 在你的系統流程裡面 它就百分之百 你要碰到這一關 對啊 所以它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考慮 就是 你 它們的想法都是 什麼事情都不會出錯 可是應該要去談的是說 萬一怎麼樣怎麼樣 你有什麼因應 完全都沒有這些 每次開會跟它講 你萬一怎麼樣怎麼樣 你有什麼處理 不會發生 對啊 確定喔 不是啦 如果 你今天如果 你的驗收條件裡面 附加一個40年 40年的那個 安保條款 這個 標就花不慘 就這麼理想 對啊 所以 它都完全沒有給你任何實驗 它也沒有做實驗 它也沒有做實驗 台灣沒有核子工業 對 不是 這個 是不是核子工業 其實 那後面的東西 其實也不會昂貴到哪裡去 不是 你願不願意做 真的 對 就是實驗 那個 不是像那個 那不是不是講的嗎 那個核子工業 不是切了每個都大嗎 但是那個 譬如說乾式儲存 它是整個廠喔 才裝一個監測器 輻射監測器 我說你可不可以在每一桶 你也裝輻射跟 G-0 Detector 這個沒有多少錢對不對 也不需要多少時間嘛 就是實驗不中 實驗不中 實驗不中 不懂為什麼不中 我說你告訴我多少錢嘛 也不肯 設計上面做不進去 不會 你住在外頭都可以啊 Healing露出來 側道 我就表示 我就表示 你的桶已經露了嘛 因為你是慣Healing嘛 可是你整個廠才一個 不開嘛 對啊 你只整個廠一個 怎麼側道 他們認為他們的技術百分之百 完全很輕 但是我有監測 因為現行的狀況是這樣 我們的輔射基石監測 分量什麼系統 一個叫做 沒有事 一個叫做 定期監測 核電廠他們一定不希望 裝即時監測系統 第一花錢 第二出事買不住 然後要寫很多報告 所以定期監測 那定期監測的好處就是 下一次雨 下一次雨就沒選 如果拿水管抽一通 抽完以後 抽完以後再去量 就沒什麼事 就不用寫報告嗎 對 然後這個 我有一個疑問 我們原來會不是有在 台灣很多地方擺的一些監測站 即時監測站 路上面直接可以去看 什麼陽明山河 什麼各出的 但我去看的結果 發現說 每一個監測站 他監測到的 那個 輻射值 都很低喔 都是十幾分鐘以前 遺棄 遺棄的東西呢 你要去動手腳 是最容易的 對啊 但是為什麼才要比 十幾分鐘 不是 環保署 測到的臭氧 都非常低 台東還會比台北高 就是 有灰塵進去啊 幹嘛 唉 就低了啦 真的 這麼說好了 那個即時監測系統 如果出事 那個量到的時候 就是浮島級的災難 對啊 而且就浮島的時候 你會看到整皮壞掉 整皮都 突然中斷 整皮都突然中斷